极限竞速地平线5 英文名字也一样 是假的 你们不会真的以为能玩到吧 点进来的时候 那个外表你们看不出来吗 6 好 让我们品尝一下 手机上的极限竞速地平线5 这种游戏 怎么感觉这个画质还挺不错的 竟然还有光影 左上角应该是钱 上来就送这么多 可以 有点良心 先看看商店都有什么车 这是 紫色的蓝薄机器蝙蝠 就离谱 后面还有一辆梅塞德斯MG1 可以说是非常炫酷 把它们全部买了 毕竟咱现在可是有钱人 花不完 根本花不完 这里面可以给车子改颜色 有一说一 这个紫色的蝙蝠长得真好看 我都不舍得改 最关键的是 这款游戏竟然能升级车子的零件 感觉还不错 控制方式呢 有两种 有我最喜欢的陀螺仪 还有经典的按键操控 非常可以 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感觉这是一款好游戏 不不不 无语的东西还在后面 等等 这跟我刚才看的车是一辆车吗 这是一个游戏吗 这个画质 绝对可以在我的游戏剩下里面 画上浓默的一笔 画质应该是上一年代的画质 你告诉我这是地平线5 离大破 不过这游戏里面的东西还是很多的 有山啊 树啊 绿油油的大草坪啊 还有隧道景色呀 应有尽有 但是我不知道 它是怎么做到每个景色都很抽象的 再看前面 我跟别的车撞上了 然后就给了一个奥斯卡级别的慢镜头 看完之后我是热血沸腾 感觉撞车貌似比跑赛道更有意思啊 果断转行 上面是速度和加速能量 不知道这能量用的是氮气还是氧气 但是这加速我是真的不敢用 本来这游戏的操控都已经很难了 再来一个加速 这谁顶得住啊 后面的路程里我就不断撞车 不断掉头 如果真的是我自己开的话 估计早就脑震荡了吧 主要还是游戏画面对我的冲击力太大 看一下游戏外面 再看一下游戏里面 你们说这合理吗 后面我想换辆车看看 结果我发现 车子只是一个模型 你随便选 进入地图里面 只有一辆紫色的蝙蝠 好几次我都怀疑我是不是点错了呀 还有一点 按键操控还挺简单 应该不会说拿到头第一 但是这第一关也太离谱了 我用满改的车都过不去 改车是不是也是个装饰啊 根本没有任何游戏体验 玩过之后我只想说 这款游戏包装的挺好 如果在画质上面多下点功夫 那还不错 但是又想了想 该不会这个界面也是抄袭的吧 我真的破防了呀兄弟们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知道的 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一下 下一款游戏更离谱 低频线急速飞车 大波道汽车特技秀 好家伙 还有特技可以看 进入游戏 这 这画面明显不如上一个游戏啊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前面的波道就是咱们别人特技的地方 说实话长得有点像烽火轮啊 还有很多汽车可以挑选 初始车辆是一辆兰博基尼 还有绿色的吉普木马人 以及一个半挂车 最离谱的不是这 而是后面这个 啊 直接把学校的车都开过来了吗 有点蹦不住了兄弟们 进入地图 这画面还不如上一块游戏呢 进入游戏之后 也没有所谓的特技表演 我觉得我被欺骗了呀兄弟们 而且这个转向真的很难受 好像是画面硬扯过来一样 还有一点 这车子是没有轮胎的吗 一直这样走 真的有点诡异 啥也别说了 还我的时间 还我的内存 后面我才发现 真的是有坡道的 但是这个坡道一言难尽 前面还行 我们的车子还能正常的行驶 再到后面画风都变了 我的车子竟然可以斜着开 在空中开 牛顿来了都得大吃一惊啊 最后我想说一句 破防了呀兄弟们 真的破防了 不过没有关系 这种游戏也挺有趣的 你们感觉呢 最后有什么好玩的游戏 可以推荐给我 我是神经骏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